我想问 有没有哪一种喝了还会瘦啊 这是太过分了 就是我有想要好喝 然后最好有没有 多喝一点 然后我就顺便瘦下来 有没有这种啊 其实如果说你要喝的东西 然后能够帮助你瘦的话 其实你只要每天多喝水的话 就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 真的这么简单吗 其实有 因为之前我们有对一个国小的小朋友 做过一个研究 因为你太残忍吧 在国小小朋友做研究 因为小朋友他们就说 他们有的一些 现在小朋友他们过胖的 其实情况其实蛮严重的 而且现在小朋友都不喝白开水 对 那后来我们就跟小朋友打赌说 好 你们就是每天都要把妈妈带来 那一壶水都喝完 或者是说你可以再多喝 这个很难 对 这个很难 我们跟小朋友打赌 因为我们用一些奖品 还有一些奖金去吸引他们 或者是一支吉他 我看你可能喝不完哦 对 可能不行哦 隔壁的小民都行哦 结果隔了两个礼拜之后 因为我们去了那一天 我们先帮他们做 一整个班级里面的体重 对 我们帮他们测量 那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再去 我们就问他们说 有没有每天都把水喝完 他们说有 因为连导师都有督促他们要喝水 后来我们就发现 平均的小朋友体重都有 仅仅一公斤到两公斤 哎呀好神奇哦 只不过就水而已啊 因为其实水分是身体很重要的代谢的东西 那我们身体产生过多的一些 像是废物啊 或者是说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其实是需要靠水分去帮他做一些排泄 对 所以其实多喝水可以让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加快 只是水而已耶 对对对 不用在里面加东西 如果说你想要让它比较好喝一点点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加一些柠檬汁啊 然后加一些醋啊 但它会更就是让你更容易受 会更什么吗 因为酸性体质的人 他容易把一些废物跟毒素留在体内 那当我们把体质调到比较偏碱性的体质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其实身体也比较容易把一些废物排掉 包括像水肿的状况也会 所以如果说你有喝一些酸的东西 像柠檬啊 或是醋啊 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让我们的体质调整到比较偏碱性嘛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有些女孩子 她是水肿的体质 对那这样子都会比较消水肿 那相对你就会感觉到你有变瘦一点点 对 我觉得阳市诊所真是 我听过最喜欢在病人身上动实验 但是实验都成功 所以现在连小朋友都行 我才两个礼拜 平均瘦一公斤 多棒 所以多喝水这样很健康 要叫你家的小朋友乖乖喝水 这是现在很多的背胖问题都是出在从小开始 对 习惯的养成 好 我们先来接听第一通的扣印 我们的扣印专线是83693398 先接林小姐你好 喂 两位好 你好 你好 请教一下营养师 是 就是我用那个天然的那个芝麻油 我是听讲 芝麻油 然后当保养品来擦脸 这样可以吗 擦脸 一般的话 如果说它的分子的话 是比较细的话 其实是可以 因为有些时候 也有的人他会用天然的橄榄油 去做保养品 对啊 对对对 这个也是可以 因为芝麻油它是属于多元不饱和的脂肪酸 对 所以你可以去尝试看看 可是有的人他的皮肤状况可能是比较油性的 或者是比较混合性的 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去擦它没有吸收的话 有可能反而会造成毛细孔的阻塞 对 所以这个在使用的时候可能要小心一点 OK 那我擦上去的时候 那是要 可以整天还是 或者说 过了几分钟以后就要把它 洗掉之类的吗 一般来说的话 油脂的东西 它是需要一些水分的东西 去把它带到皮肤里面 所以你要擦芝麻油之前 你可能要先上一些化妆水 对 上完化妆水之后再去做 再擦一些芝麻油 但是量可能不能太多 因为你可能要做一些按摩 因为让皮肤去吸收 那如果说它有吸收的话 你就不用去洗掉 对 只是说如果说你 没有让它吸收那么完全的话 你可能就是需要去 用清水把它稍微冲一下洗一下 对 要不然脸上很油 因为你留在脸上的话 太油的话就不好 对 先生就会说 你刚刚炒完菜还没洗脸吗 因为我真的觉得 每次炒完菜之后都有一种 我刚刚敷脸的感觉 好用油敷脸的感觉 OK 谢谢林小姐你的call in 拜拜 我们的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 可是要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如果你有任何跟这个 减重相关的问题 要怎么样的吃 才会又健康又瘦呢 您都可以call in 进来 请教我们的特别来宾 杨氏诊所的蔡雅琳 蔡营养师 11点49分回到了明依 UNCLE的现场 我们为大家访问到的 特别来宾是杨氏诊所的 蔡雅琳菜营养师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跟 减重 避免飞胖 跑上你的身 您都可以call in 进来 请教我们的营养师 我们的call in 专线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刚刚跟大家谈这个 夏天的这个饮料 冰品 对自己到底要怎么吃 才不会让自己变得很胖 那另外可能还要提醒 听众朋友说 喝太多这种甜食饮料 除了胖之外 还有其他的伤害 其实就是说 你一天的饮食里面 如果说你都是 以这些甜的饮料来喝 可能我都会觉得说 太热了我吃不下东西 对 那我就要喝这些饮料就好了 那结果你错过了 你的正餐时间的时候 那到了下午的时间 你可能这个时候肚子饿了 你就随手抓一些零食啊 饼干啊 或是面包来吃 那相对的你正餐该摄取到的营养 像足够的蛋白质也好 足够的一些纤维也好 都没有摄取到 那长期下来的话 其实你还是有可能会造成 营养不良的状况 对 所以要特别流行 不要做一个 营养不良的胖子 这样才可怜 这样真的太可怜了 好来 接下来接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你好 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 我 我认识过种 可是我每天吸取的绿茶 绿茶 无糖绿茶 自己泡的无糖绿茶 每天差不多喝了五六千cc以上 五六千 五六百还是五六千 五六千 五六千cc的绿茶 那你自己泡的有没有很难 我四个月瘦五公斤 可是五六千每天不会太多吗 其实以水分来讲的话 如果说以男性 他可能在户外工作 因为我比较会流汗 对 比较流汗比较多的 五六千的水分其实是OK 那如果说没有影响 他的睡眠品质的话 可能就还好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 茶类的东西喝太多 或者是太晚喝 跟睡眠时间隔太近的话 可能就会睡不着 对对对 如果没有这个问题 那我现在请问一下 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 我喝绿茶 我晚上睡得着 我喝乌龙茶 反而睡不着 那是不是体质的问题 还是 体质也有关系 那因为茶的品质 茶的品种 它也有差别 因为绿茶跟乌龙茶 他们的制作过程 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如果 以绿茶来讲的话 它的抗氧化的成分 是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如果说 这位先生 您习惯喝绿茶的话 你还是喝绿茶 没有关系 只是说我不建议 就是 全部都是喝绿茶 可能有些时候 还是要用水分来摄取 因为绿茶里面的一些茶酸 茶碱等等 它会影响一些营养素的吸收 对 会有一些抑制的状况 像铁剂 铁质 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矿物质 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吸收 OK 所以说 也是五六千 是还蛮大量的 你分两千 白盖水好了 OK 好 来 接下来接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营养师主持人两位好 你好 请问一下高血脂跟糖尿病的患者 适合西洋芹沾蜂蜜 长期吃吗 西洋芹沾蜂蜜的话 我告诉大家听广播 好 谢谢 西洋芹沾蜂蜜的话 其实以西洋芹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纤维质很高的蔬菜 那蜂蜜的话 就像刚刚我们有讲到 它是比较甜的 一个取代的一些甜味剂 那其实这样的话 你是可以去做一些补充 没有关系 但是我不建议太大量 可能就是说 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人家说 可以降清血脂 或者是说 对糖尿病有帮助 那我就一餐 就只吃这个东西 但是我不建议这样子做 你可能就是变成 就是说 我一餐里面 可能这个可以取代一道蔬菜 去做一些的量 对 大概50到100公克左右 这样子 但是你其他的一些蔬菜 还是要摄取 那其他的水果 还是说 其他的蛋白质的东西 还是要均衡去摄取到 那用这个去取代一些些 没有关系 那是不建议太大量 对 OK 所以其实啊 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毛病 像我就是那种人 听人家说吃什么好 我就把它直接当代餐了 然后就会有很惨事发生 比如说我也有用 卤会打蜂蜜汁 我有连皮哦 然后这样吃过很久 然后真的是刹到不行 就肠胃的部分 对 那这个也是很可怕 所以大家有一些坊间的传说 可能多少有一点用啦 但是适可而止 对 适可而止 就是不要说很依赖这个东西 就觉得说我光吃这个东西 就对我的一些病情啊 或者一些症状有所改善这样子 因为其实很多人 他很容易会有这种迷思 而且还不吃药了 对 他这样子的话 其实有些时候会延误 反而就是变成更严重这样子 对